都说小学生 生活很轻松 可让学的科目很多种 脑袋混乱各种 弄不动 各家雨系各后佛系 只为有一个好成绩 甜甜甜甜甜啊 好多解不完的诗题 好好学习你 有权力 满分分与心有喜剂 哦 耶耶耶耶耶耶 每晚两天没收进抽屉 哎呀哎呀 不要头大 其实我也很听话 哎呀哎呀 不要惊讶 我们不都这样长大 快乐生活是我的力量 勇敢追行梦想的方向 让我张开自己的时光 自由的蓝天一起翱翔 快乐生活是我的力量 勇敢追行梦想的方向 让我张开自己的时光 自由的蓝天一起翱翔 不菲同学上课不要睡觉 不菲同学们 接下来要上台演讲我的梦想的是 我我我老师我我 不菲同学说 嗯 豆丁 哦 为什么 嗯 老师 这个问题我不会 不是让你回答问题 是让你到讲台上来 跟大家讲一讲你的梦想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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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她肯定是以为自己 又犯了什么错误了 而且她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豆丁 我不是让你上来发展的 而是让你告诉大家你的梦想 什么是梦想啊 老师 就是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 豆丁同学 豆丁同学 你的梦想 梦想 我的梦想是吃 你再准备一下吧 豆丁同学 那我回去了 老师 其实还有这种工作 可以免费随便吃美食 那我的第二职业肯定选这个 老师 老师 我要把我的梦想做点修改 老师 我给我了 好了 下面是雷文同学 雷文同学 请你到讲台上来和大家谈谈你的梦想 老师 可以不说吗 当然可以 不过 我 老师 老师 我愿意说 我愿意说 下面 请雷克同学 女士们 先生们 很高兴我能从百忙之中冲出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梦想 天哪 这下又不知道它要长篇大乱到什么时候了 因为梦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废话 我已经把内容精简到了二十页 接下来我要从五个方面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的梦想 二十页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昨天二十个字的请教条还是我帮你写的呢 关于梦想 曾经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 兔子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老鼠还有什么分别 一只不想吃肉的山羊绝对不是只好狮子 因此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玉璃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它贡献了什么 而不是看它取得了什么 所以我的梦想是 是什么 不管它的梦想是什么 谢天谢地 总算是说完了 我还以为自己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呢 做一个知识渊博的流浪汉 什么 流浪汉 没想到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废话 却等来这么一个答案了 雷克同学 你在胡说些什么 流浪汉怎么能算是梦想呢 为什么不能 如果以前没有的话 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吃螃蟹 有螃蟹呢 螃蟹呢 你在干什么 你看 这都几点了 还不去学校上课 给你交的学费 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就算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也要辛苦地去捡呢 老妈 你别吵好不好啊 没看见我正在为将来能实现我的梦想而努力学习吗 什么 玩游戏也叫学习 老妈 你昨天不是才收拾过房间吗 我今天不收拾房间 而是要收拾你 快点给我上学去 快点 救命啊 Elles我了 你怎么要不飞 没事 就是被我老妈拿着鸡毛弹子追着跑过来的 什么味道啊 感觉怪怪的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我差点忘记了 若是我自己做的汉堡包 我爸爸说 想成为一个美食家 首先要成为一个好厨师 这是什么汉堡包啊 闻着怪怪的 中间加了些什么东西啊 有鱼肉 鸡肉 牛肉 青菜 洋葱 辣椒 还有花生酱 芥末酱 芝士酱 酱油 香油 我一点都不饿 你还是把这么美味的食物给别人吃吧 陈思路 没有听说过呀 什么书啊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 这可是我在二手书店里找到的很有学问的书 你肯定是看不懂的 太好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让我看一下 原来你在看笑话大全呐 我说怎么乐成这副德行呐 好有文化的一本书 把书还给我 我乐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你管得着吗 都安静一下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现在任命我为这个班级的班长 擦一擦一 这天什么节 大家好 我是布菲 这是我的班级 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雷克 他什么都好 就是啰嗦了点 不菲 你是不是又玩游戏了 这是一文 老师竟然选他当班长 天哪 各位市民 近日又有一群兔子在闹市区剧中闹市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哦 亲爱的 这是豆丁 他真的真的很能吃 5月22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别让兔子毁了你的电视 都说小学生 生活很轻松 可让学的科目很多重 脑袋混了各种 能不懂 各家语系 可后复习 只为有一个好成绩 哦 甜甜甜甜甜甜啊 好多解不完的心情 好好学习 有钱 满分风雨 心有喜剂 哦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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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两天没收进抽屉 哎呀哎呀 不要偷当 我们不都这样长大 快乐生活是我的力量 勇敢追寻梦想的方向 让我张开自己的时光 自由的两天一起翱翔 自由的两天一起翱翔 快乐生活是我的力量 勇敢追寻梦想的方向 让我张开自己的时光 自由的两天一起翱翔 自由的两天一起翱翔 旅行 优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